他本来昨天上晚上的时候呢 他求他的儿子跟他有很深的冤结 他想求菩萨开始托梦 他怎么样让他儿子能听话去上班 然后他今天早上就做了一个梦 就是他有个花色的浴巾 然后呢和游泳池 他经常去游泳 游泳池那些浴巾是一样的 然后他就担心把这个浴巾拿回来以后 会不会别人说他是偷的 他就这么一个梦 感情上感情上 哎少游泳吧 到公共场所去游泳 男男女女这种很不好的 哦是吧 游泳就洗澡嘛好了 出去有什么泳啊 你又不是绣肌肉啊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这怎么丢死人呢 你说一个女人脱的那种样子 一个男人脱的那种样子 你说什么玩意啊 我们澳大利亚还有拍照片的呢 在最近啊 哦是吧 就是一千个人全部脱光 你看看还拍个艺术品 你说丢死人吧 你说你的爸爸这样做 你会丢人吧 你的妈妈如果 这这样去做的话 你觉得你脸忘哪个啊 嗯是的是的 那个他和他儿子 就是跟他的冤结有关系吗 什么叫有关系没关系啊 就是他他昨晚上就是上晚上的时候 请他托梦就是 啊啊那个花的东西是吧 对那个啊花浴巾是吧 不好的呀 肯定是感情上出差错了 这个女的一定感情上出差错 一定看了不好东西了 脑筋乱想了 飞想了 不应该想的东西了 哦是吧 嗯那他像他这种情况 就是他梦见他前世呢 他儿子跟他是情人的关系 然后他把他儿子推到悬崖下去了 就是堕马推 从马上推到悬崖下去了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有麻烦 那他儿子来报仇的 来耗他的钱的 讨债了 嗯 是他之前他儿子一直对他恶语相向 然后呢他开始接运心理法门以后呢 念解之后 呃很快就对他很好了 又给他买衣服 又给他买吃的 就是对他很好 然后他参加呃 印尼法会的时候还很关心他 问他怎么样 他之前就是天天跟他闹 跟他吵这样子 那就是化解呀 化解冤解了呀 对不起师父 嗯化解冤解了呀 对不起 那那现在他儿子又是很不听话 他为他儿子念了很多经 那没有办法的呀 因为愿解不是一下子就跑掉的呀 对不起